第二个叫做正思维 见此理时 前面第一个是讲的正见 宁有的正见之后 当然就会有正思维 见是见解 思是指我们的想法 无漏心相应 这个非常重要 它是跟什么相应呢 无漏心 无漏心就是真心 中国人所讲的 人之初信本善 那个本善就是佛家所讲的 无漏心 思为酬粮 为令增长入涅槃固 这个标准高 无漏心里面产生无漏质 所谓的漏 是烦恼习气的代名词 无漏就是说没有烦恼 没有习气 要做到这一点 最起码您也要震到阿罗汉才行 见识反倒没了 但是呢 他只不过是真的偏真裂盘 所以他们的无漏智慧 透露出来了 他的思维呢 叫做正思维 他的酬粮标准是真实智慧 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才能够逐步向上提高境界 佛在经上讲了一句话 凡夫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 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意思 诸位同修 您现在每天相不相信自己的意思 当然相信 对不对 您已经相信无量级了 正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意思 所以到今天你还是个凡夫 那我们现在还敢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分别执着呢 不可以 要赶快纠正 所以呢 阿罗汉放下了这个执着 你看 再往上 提高到辟资佛 菩萨 佛果 第三 正于则 不为心无邪思 这个不为就是不执 他不执是 心里面没有邪思邪念 没有偏见而已 他还怎么样呢 以无漏之 舍口 似业 主 似善 与 故 从这儿我们就知道 一个人 不讲 妄于两舌恶口 其余 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点 因为他有无漏志 所以一般凡夫会照着四种口验 也是因为他的烦恼吸气太重了 那我们不会说话 表达的不够正确 就非常容易跟别人结下冤仇 像这个安世全书 一开头就讲到 文昌帝君英志文 大家看过吧 里面就讲到 他曾经 衣食七世为世代夫 曾经呢 他这个口液啊 造得特别重 导致他以后呢 堕到无间地狱 所以中国古人说的对啊 病 从口入 或从口出 说话一定要小心谨慎 第四 正业者 这个正业呢 就是指的身体 不杀 不道 不淫 以无漏志 除身 三种 一切邪业 助 清净 深业 故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这个身体的三种 一切呢 就非常清净的 第五种 是正命 以无漏志 通除三叶中 五种 邪命故 大家如果仔细看 就会发现了这个 八正道里面 常常提到无漏志 所以无漏志啊 作用很大 它能够帮助我们呢 消除五种 邪命 现在请大家看 参考资料 下册 981页 参考资料 下册 981页 大家找 五种 邪命 有看到吗 好 这是出自于 大制度论 为 以此五种 邪法 用求 立阳 而至 活命 为 比丘者 当 身 戒之 看来啊 这几桩 事情 是蛮重要的 这是提醒我们 千万不能够犯 因为犯的话呢 是要堕 无间地狱的 所以佛特别提醒我们 出家人 这比丘嘛 是 这个 比丘 比丘尼 沙米 沙米尼 这是出家四种 应该要 多留意的 哪五种呢 第一个 诈献 异象 为 诸比丘 为 佛 正教 与 世俗 人前 诈献 奇特 之相 令其 心生 敬仰 而 求 立仰 视为 邪命 这些人呢 没有认真的 学佛 他为了要得到 别人的名文 采用了各种 手段 骗取信徒 这个 恭敬 供养 所以佛们 有一句话 怎么说呢 和尚不作怪 居士不来拜 大家有没有 听过这句话 有 这个不好啊 早年的时候 我们听到 这样一桩事 就是 当然是很早以前 可能都三十多年前 有一个法师呢 他有一天 在台上 讲经 他正在讲的时候 台下的听众 就看到 这个法师头上 放光 刷 一道光 大家可能一开始 没注意 怎么一道光 没看清楚 法师继续讲 过一会儿 那个法师 头顶上 又放光 刷 又闪了一下 再过一会儿 又闪了一下 哎呦 那看的人就多了 大家很惊讶 哎呦 这个法师了不起了 头顶放光呢 这样就传开了 后来这个法师 经常讲经的时候 头上都放光 但是后来这个事情 被揭穿了 因为这个法师手上 有一个遥控器 他那个身体 可能周边嘛 不许是哪个地方 有一个发射器 角度先调好 然后呢 他手上一按 那个遥控器呢 那个头顶 可能是哪个部位吧 刷 就放光出来了 你看 诈现异象 所以有时候 一些同学 发给我们看 某某法师 上台 这个头顶放光 我们看了之后 怎么反应呢 一句话 凡所有相 这些是虚妄 就算他真的放光 又怎么样 还是有违法 还是假象 不能够 执着分别的